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他们年轻的时候投资可能有跌过跤了 后来怎么爬起来的 但是今天我们要带您前进金融就业补给站 什么是金融就业补给站呢 因为很多年轻学子们可能毕业季要到了 大家就会想说 这个毕业之后我能不能够前进金融产业呢 金融产业有大家想得这么亮眼这么好吗 今天要来跟大家聊聊天的是谁呢 我们特别邀请到了原大奇货 陈静仁副总经理来到现场 我们帮大家来好好的讲解一下 陈副总好 哈喽 大家好 陈副总我们刚刚讲到年轻学子 到底该不该前进金融行业呢 因为其实像是从去年到今年 很多的朋友都在讲说 很多年轻人 他们都在幻想到底年薪希望高一点 去年到今年 你知道大家最热门的话题 就是那个货柜航运业的年终奖金 非常非常的高 那还有就是半导体产业 大家也都非常非常的喜欢 所以呢我想先请副总 帮大家来厘清一下 金融产业它真的前景 这么样这么样的好吗 我们先概括来聊一下好了 金融这个产业大概包含哪些东西 你要前进金融产业 你应该要先知道什么 谢谢运小姐 那我想整个金融业一优别来分的话 大概是细分为银行证券 售险票券 期货租论等等 那事实上台湾在2001年 主管机关就颁布了一个金控法 那当时就有金控公司的成立 那一开始其实是 政府是发放了14张的license 14家金控 那后面有再增加了台湾跟合库 所以台湾现在目前大概有16家金控 16家金控公司 那金控公司强调的就是一次购族 One Star Shopping的一个服务诉求 那义务的范围大概涵盖了 银行保险证券企券信托等等 都把它砍派在一起了 砍派在一起了 那以目前金融业的现况跟特性来讲的话 大者恒大的一个趋势非常明显 所以金控公司在国内的金融版图里面的 影响力越来越大 这个趋势是非常非常的明确 那另外刚刚主持长提到了 在去年整个金融业的获利来看 那我这边提供一些数据让大家参考 那过去的一年 在2021年 整个金融业的一个税前获利来看 那保险业2021跟2020年 整个保险业的YOY 就年成长大概是80个percent 80个percent年增 是的 然后证券业2021跟2020年的YOY 大概也是72个percent 那银行业就比较保守一点 银行业的一个成长大概只有4个percent 另外我从那个15家上市柜 对这些金控公司来看 员工平均薪资来看 那去年 袁大金的员工平均薪资大概是204万 中信金是190万 那招锋金大概是153万 这个年轻人可能会很有兴趣 年薪的部分 是的 一年的薪水200多万 这是平均的年薪 平均喔 整个集团平均值 那所以说我想 过去的一年对金融业来讲 是非常非常好的一个一年 陈鲁刚主持人提到了 航运股在去年也很好 不过那个是因为疫情 意外的一个半导体的供应链 吃紧的时候意外的一个大行情 对 他们也忍了很久了 是的 可是那个东西到最后 整个紧急循环的东西 航运股会回归到正常 那半导体 半导体确实也是一个长期 在台湾长期大爆发的一个产业 但是金融股 金融股是持续在向上发展的 是 持续向上发展 所以应该总归来讲 金融股 金融业应该是很适合 我们实际上年轻人 跨入的一个产业 这是我个人的一个小小建议 那如果说 像之前我们知道说 现在的年轻学子 以前都喜欢念医学系 因为觉得说 医生好像这个年薪很高 那今年的一个最新的数字 台大电机器的分数 是比这个医科的分数 还要来得更高 可是大家会觉得说 半导体 每天没日没夜的 24小时要随口随到 这个好像有点太累了一点 因为我有朋友 也是做半导体产 他那扣机随时都要带在身上 那是不是相比较之下 金融业算是 比较比较长期 就像副总讲的 比较稳定一点 年轻学子如果要选 稍微稳定一点的话 可以选择金融业 但是相对 他要不要付出多少的行李 这个问题问得很好 因为金融业的一个工作时间 非常固定 对 他箭筒就修 那六日一定是休假 那国内假日也休假 那这个非常重要 那你的做起也正常 那特别是我常鼓励很多年轻人 进来之后 未来会结婚生子 你的生活做起的时间 跟小朋友是一模一样的 他上课的时候你也上班 他下课的时候你也下班 这个是在其他的比如说服务业 比如说一般的传统产业 甚至刚刚提到的高科技业 可能都没有这样的好处 对 光时间时间的一个 规律的时间这样的好处是 可能金融业这是一个很大的优势 对 那另外跨入金融业来讲 我想实际上的年轻人 应该门槛不会太高 这个门槛不会太高 因为现在金融业都在抢人 缺人 金融业也在抢 是的 因为有一个数据 我想让大家参考一下 那个战斗硬额槽 所以战斗硬额槽就是1946 跟1964年出生的这些 这个阶段叫战斗硬额槽 那这些人就是现在金融业的 主力干部 可是这些年纪在未来的五年 可能会陆续的退休 借领退休 对 所以整个金融业都出现一个 很大的一个人力的gap gap缺口 所以说我想这个是对于 现在刚要毕业 或者未来几年要毕业的年轻人 来讲这是一个很好的机会 副总我们刚讲到金融行业 其实有包含很多很多 比如说金控 比如说银行 比如说保险跟证券 刚讲到YY最多的是保险 换句话说保险业的年成长 非常的高 那银行业的话 反而年成长没有那么高 4%左右 那接下来我想请问副总 年轻朋友该怎么选 要金控业 还是要选择银行业 还是保险业 还是证券业 还是期货业 因为很多种可以选 各种每一种的人格特质 它适合到金融产业的 哪一个区块去服务 那事实上 从每个产业的特性不一样 那刚毕业年轻人 可以试着从期货业 证券业 甚至银行业来跨路 那一段时间之后 累积一定的专业 跟客户的一个资源之后 再来转保险业 这也是一个方向 我懂了 对 那每个产业不一样 期货业 期货业其实非常非常适合 年轻人跨路 因为它的交易的一个 金的杠杆倍数比较大 期货业它的工作内容是什么 它的工作内容其实跟股票一样 它只是交易商品是期货而已 那它的期货需要时间长 它有夜盘 可能有24小时都可以交易 所以对年轻人来讲 那是一个体力的优势 趁年轻赶快赚 然后它学的东西也比较活 比较活 因为相对于证券业来讲 所以说我觉得 期货业是很适合 年轻人跨路的一个产业之一 第二个是证券业 其实证券业现在在台湾来讲 是快速的在发展 对 蓬勃发展 那证券业现在 主管基本开放了很多新的业务 给证券业 它可以卖保险 卖基金 做股票 所以事实上证券业的一个优源 他们的收入现在多远 多远 我觉得这个也是很适合 当年轻人跨路的一个产业 那银行业一样 银行业的话 对年轻人来讲 刚进去应该都是做存货人员 做一般的后勤 这个比较没有数字的压力 那大概累积一个三五年的工作经历之后 通常银行的主管会鼓励你转 理专 理专来做业务 来服务客户 对 那这个会是比较长远的一个发展的一个规划 我个人是这样建议 那人格特质的部分呢 有没有哪一个个性取向的 它适合哪一个行业 比如说比较稳定的适合银行业 比较充的就像刚刚讲适合期货业 在刚毕业没有一些优务技巧的话 或者是说个性上比较内向的话 其实应该是从内勤的工作先做 内勤 对 那你觉得你喜欢接触人群 喜欢去挑战高难度的优工作的话 一开始就可以从证券营业 或者是期货的优远 这边来进行 所以我觉得今天跟副总 听副总这样跟大家来分享 我觉得对年轻学子来说非常重要 那另外我刚刚看到租赁业呢 像租赁行业它也是算金融 租赁业是比较小众的市场 比较小众的市场 这个行业比较不建议 年轻人去跨入这个产业 因为它的成长性真的有限 而且租赁业大概国内也没几家 过去租赁业大概 现在市场都大概往东南亚 或者大陆去发展 大概是这样子 我这边也建议 同学毕业之后 选择跨入金融产业之后 我想这个长远的发展 自己要坚持下去了 那以证券业来讲的话 一进来 那我想大概是两个工作了 一个就是从后线做起 一个是从营业员开始做 那后线 从后线开始做的话 你可能一开始担任的工作 就是行政工作 没有业绩压力 可是这段时间 我建议可以多设略公司的一些商品 的专业 来累积专业 累积跟客户接触的一些 互动的技巧 那未来一段时间之后 那有机会的话 事实上公司都会辅导你 转任到业务员 业务的一个路线上面去 我觉得这是比较好的一个发展 那同理可证到银行一样 银行进来 一进来就是在存汇 在做开户的动作 在做收付款的动作 那三五年之后 一有机会 我都建议年轻人 赶快转到里专去 在做业务上面 你才能有一些 比较好的一个发展 比较好的发展 这个大概是我个人的补充 OK 好啦 拷问时间来了 我们刚讲这么多行业 哪一个的年终是最高的 年终最高 对 平均年终 我们说平均好了 以产业比来看 理论上 这两年因为证券的行情 大好 对 证券业的行情大好 所以去年跟前年来看 证券的平均收入 一定是最高 一定是最高 然后再来就是证券业 我刚刚提到了 证券业开放了很多 新种业务 所以呢 证券营业现在收入多远之后 它未来的一个收入 会随着行情的一个波动 会越来越高 所以说我个人建议 如果要长远发展 证券业是一个非常值得 年轻人选择的一个产业 那赚了很多 有没有赔的时候 不小心营业员要自己倒赔 这个有吗 有这样的风险 逻辑上不太会 因为现在的电子单比重 大概都九成 客户自己下单了 客户自己下单的话 就没有错障的一个风险 理论上就没有错障的风险 对 所以早期是人工接单 就是因为你自己接单 然后可能 Key错单 或者听错客户下的指令的话 那个错障风险就会产生 那现在几乎都是 客户自己透过他的手机 透过他的电脑去下单 所以业务员只是做服务的部分 应该不太会有一个 错障的风险产生 像我那天有一次 去跟我的邻居在聊天 因为他也是从事 证券相关行业 他就跟我在讲说 哇 他每天要去通知他的客户 这个交割的风险 对 活跃的风险 这个事实上是存在的 这个可能也是目前 业务员最大的一个风险 因为客户如果不交割的话 依照每一家政定公司的 一个出帐 或者违约的处理办法不一样 可能业务员要去分摊一部分 所以这个部分可能是 现行业务员需要去留意的地方 好 那接下来我想请教一下副总 既然年轻朋友们 对这个金融产业 刚刚副总也聊到了 就各个不同的人格特质 你可能适合哪一种金融产业 里面的一个区块 那接下来他们要不要去 准备时间去考证照 要的 是的 从大学就要开始考了吗 还是毕业以后 进去这个行业以后 再慢慢考没关系 我个人建议 在大学的时代 就要开始考证照 考证照 以我个人的经历来看 我大概是读书的时候 跟当兵的时候都在考证照 我当兵大概考了十张 金融证照 光当兵考十张 是的 所以我当兵前就立志要进 这个行业 所以说大概读书的时候 跟当兵的阶段都把 该有的基本证照 全部都考上了 甚至连一些特殊的证照 都先考起来 哪一些特殊的证照 比如说一般人考证照 大概只会考到营业员 或者期货 信托等等 分析师 营业员 对 我甚至把主管应该有的证照 都先考起来 对 很多人 你没有想说去考主管证照 等到公司有一个主管的机会 给你的时候 你还没有证照 这很重要 就错失了 对 所以我觉得说 很多东西先超前部署 所以我当兵前 把证券业 该当主管应该具备的证照 全部都考起来 还有一种叫主管证照 高级优远 高级优远 很多一般都考到营业员而已 对 那我一退伍 只休息一个月 那大概就进证据业 一直到现在 所以说我想证照是基本的 一个进这个金融业 很基本的一个要求 因为金融业是一个特取行业 那你所有的业务要执行的时候 都需要有相关的赖事实 那所以说我想这个东西 是我鼓励小朋友 就是学生 在在学期间 假设未来真的 不管你要跨入哪一个金融行业 证券银行 售券等等 那个相关证照 都一定要先具备起来 那副总 我建议一开始 这些年轻学子们 他们可能着重哪些 比如说刚讲的 营业员的证照 这个要先考 高级营业员的话 是随时为你以后 当主管来做准备 那我们其他种类 可以帮大家简单介绍一下 以证券业来讲 你要进来当 证券业的从业人员的话 基本证照就是营业员 你有这项证照才能登录 那大概 还有其他的就是 投信投顾 信托财务管理 等等的证照 对证券业来讲 那银行的话 银行必要的证照 可能信托 理财 然后内控 外汇 受信 这些证照 可能都要具备 那期货的大概比较单纯 就期货优远 可以的话就把 期货交易的分析师 也考起来 那受险业的话 大概就分 受险 产险 投险保单 那大概这三四张证照 那进阶的大概有保险经纪人 还是风险管理师等等 对 这个看看个人的一个 未来的一个志向 跟未来朝哪个产业去发展 了解 好 副总帮大家讲了非常非常多 除了这个营业员 高级营业员之外 分析师 还有保险经纪人 虽然刚刚讲到了 我们要先磨练个三五年之后 再去从事保险 但是你经纪人的这个执照 先考下来再说 是是 好 刚刚副总跟我们讲说 考证照其实是一个还蛮重要的 你在当兵的时候 已经考了一头拉骨的证照 那年轻学子们在大学的时候 其实他也会投入这个 准备考证照的一个部分 一个自己要努力的一个目标 那考证照还有哪些细部的部分 他们应该去注意的 怎么样去设立一些知识呢 好的 那个依照证照的一个不一样 那有举办的单位 当然就不一样了 那大概有金融研训院 那有证机会 那有财产法人的保险保发中心 那有受险工会 以及产险工会等等 那我这边很快的就介绍一下 各征照 他们举办的单位 那其实证机会大概 举办的单位 大概是以证券业为主 包括证券商的优务员 高级优务员 分析师 投信投顾的优务员 股物 债券人员等等 都是透过证机会来举办的 那受险工会的话 大概举办的一个证照项目 大概是人身保险 就受险部分 还有那个外壁 可以投资型保单的测验 那产险工会 当然就举办产险的一个 优务员的证照 那投资型保单的话 就是由保发中心来负责举办 那其他的比较进阶的证照 包括保险经纪人 保险代理人 跟保险公正人 这个是由考选部这边来负责 那金融研究院的话 大概是偏向于理财方面的证照 包括信托优员 那还有那个结果领商品的销售 理财规划人员 外汇投信人员等等的证照 大概是以上这样的一个介绍 对 所以从这些单位的一些网站进去 你就可以获得一些相关的 证采资讯 是的 其实像我以最基本的 证券营业员来讲的话 营业员其实他有分比试跟电脑考 对 那比试一年是三次 大概是四月八月跟十二月 营业员的考试一年大概分几次 营业员三次 对 比试三次 然后电脑考试随到随考 你随时可以去考 他有电脑的一个考试 对 所以分比试跟电脑考 对 大概是这样子 好 这个是营业员的部分 那其他呢 比如说年轻朋友们 他们可能考的方向是不一样的 可能想要找的工作是不一样的 那找资料的方向 跟自己要充实自己的方向 是不是也不同 当然不一样 如果依照你想要 为了想要跨入的产业 来准备证照的方向才是对的 那我刚刚提到了 营业员准备的就是 朝证券业的一个相关的证照来准备 那跨入银行 那当然就朝银行的证照 那保险 保险的证照更单纯 大概寿险 产险跟投险保单这样子 大概是这个方向 那如果说以一个专科毕业的 一个年轻朋友好了 通常啦 因为副总这边一定有很多 新近人才的一些经验 以他如果自己有一些比较专业 专科的念书的这样的背景 他念金融相关产业 这样子准备一张证照 大概要花多久时间 认真准备的话 其实如果营业员的话 因为坊间有很多参考书 买回来其实大概 我个人看两三个礼拜 你看书 因为他法规面用背了就好了 就能理解了 那实物上的东西 其实那个东西都比较浅 不会太深 那进来公司之后 后续的证照要考的时候 你有一些实物的经验了 在考其他证照的时候 那个速度就会加快很多 我个人是这样建议 所以大概认真准备的话 不到一个月 你就可以把一张证照考起来 是的 那如果说今天 如果他不是金融相关的科系 毕业的年轻人 但是他是其他的科系 他想要跨领域的话 他有哪些可以准备的 因为现在大家对金融产业 真的非常有兴趣 可能在大学那个时候 那时候写志愿的时候 没有写到金融 可是他现在想要转 其实我们金融业的基层人员 他不太会限定 一定要本科系毕业的学生 当然你不是 求学期间不是读商的 不是读会计的 可能对于考照上面 会有一些压力 因为专业名词可能不太懂 专业名词 很多企业在做 他都会有一个所谓的实习计划 在大四的时候 他就开始到学校去办 那个就业部兰会 那纵使你没有证照 他们会辅导你考照 对 公司会辅导 可能就会找一些 在职的同仁 或者学长学姐 来协助你考照 这个速度就会加快 对 所以说你不是金融相关的科系的话 其实要把握大四的时候 实习的经验 公司会帮你 是 现在几乎所有的金融机构 都在大四或甚至大三的下学期 开始进校园去强人 对 他就提供你实习的机会 对 那你到公司 就那半年或一年时间 在公司实习的时候 大概他也会协助你去考照 那还有一点我比较好奇的是 刚刚我们有聊到说 上班时数的问题 刚刚我们讲到说 金融产业其实它上班时数 不像半导体产业 不像这个医学科系毕业的医生 这么样的不固定 这么样的没日没夜的 那如果说金融产业 刚讲说六日休 建宏就休 那刚刚讲到期货呢 逻辑上是 那玩指数 期货不是都是半夜都要小心 它有分两个部门不一样 一般的接国内期货的 那大概 大概就是时间 跟一般的金融机构的时间 是一样的 大概是早上八点到下午的五点 逻辑上是这样子 那我们期货公司 会再分一个叫教育组 负责接夜盘的 事实上期货的单 九成五以上都是走电子单的 也不太需要人家服务 服务都自己下单 它晚上半夜的单也都自己下 但是期货一定会有三班次 晚上一定也会有人接电话 它是交易组 所以其实正常的 期货的从业人员 他不太需要轮班 他只是有规划一个交易组 在接夜盘 所以不会有影响 所以早上跟晚上 其实是分开的 不用一个人从早撑到晚就对 没有分开的 是 好 这样我就放心 那接下来大家 我相信年轻朋友们应该也会 很想要知道这个问题 如果他们已经准备考证照了 或者是接下来还要持续 准备考证照当中 面试的时候 有没有哪些可能会被刷掉的答案 年轻朋友讲什么的时候 这个你副总应该很常常 跟这个年轻朋友面试 哪些题目 哪些回答是绝对不可以的 哪些回答是会帮你加分不少的 一般学生在学校期间 大概老师应该也不会教 面试的技巧 或者课字化的履历 这两个东西非常重要 你写一个完整的履历 我想这个是 大概就先赢一半了 面试的一些技巧上面 我想几个问题让大家参考一下 第一个你一定要先准备一个自我介绍 自我介绍 大概我建议 大概你就分 一分钟三分钟 跟五分钟的一个三个版本 要分三个版本 对 因为不晓得 到时候interview的时候 主寡官会请你讲多久 我觉得自我介绍 是一个很关键的第一题 这是必考题 必考题 因为要展现自己的优势 对 这个一定要熟练 要多练习几次 因为它在 通常我们在面试的时候 可能会同一个时间会好多人一起来面试 对 每个人给的时间真的有限 有限 你如果在这个有限时间内去把自己的一些特质 跟优点凸显出来 这个非常重要 第二个 你也要对于你面试的工作的内容 或者这家公司 要有一些初步的了解 一定要先去做功课 对 不要做功课 不要冒然就跑去面试 你今天来面试某某情况 结果你对他公司的一个产业 或者对这家公司的 在市场的一个地位都不了解 对 这个我觉得也非常重要 非常重要 那再来 一个是自我介绍 一分钟 三分钟 五分钟 都要准备 再来是对这家产业 一定要先做功课 还有哪些呢 对 对自己未来的规划 那主管 主管大概想听看看你 你进来公司之后 对于未来自己的规划 跟想法 那还有学习的态度 学习的态度 这个也是非常重要的 那面试过程里面 大概 穿着 男生大概说假种服装 就西装领带 那女孩子就要套装 我常常在面试 遇到最大的问题 就是 因为学生刚毕业 那可能就穿着比较休闲 来面试 里面试的是一个金融服务业 那个在印象分数上面 就会被大打 真的是有这样的 真的真的 这个很多年轻人 都没有去 特别留意 牛仔裤 T恤穿着就来了 所以我觉得这个东西 要特别留意一下 那需要打领带吗 要 男生要打领带 我都建议 对 如果说你觉得 他的服装 其实不是很符合标准的话 是不是第一关就杀掉了 逻辑上是 这是一个基本的 一个要件 对 那他就算 其他的产业讲得再好 未来规划讲得再好 学习态度再好 那是一个观念的问题 懂 attitude 态度 态度 在面试技巧上面 大概是这几个重点 那你自己面试过的 有没有一些 比较有趣的经验 可以跟大家分享 有没有一些 比如说他讲了哪些 未来的一些方向 跟未来的产业规划 或者是有一些年轻人面试 他让你觉得 眼睛为之一亮 我就是要他了 我以我个人的经历来看 我被面试 你被面试 我要面试 我先前这个 到总公司当副总的 这个职位的时候 事实上 我不到40岁 对 那总经理在面试我的时候 他其实 我一直在想说 什么题目是 他 他一直concent的 会 一定会问我的 后来我想通了 因为我的年纪 年纪要去 接副总的位置 然后要去带领那些 资深的主管 对 事实上这个 他会担心 对 那他是说 公司也没有40岁以下的副总 那你怎么去带那些人 所以真的被我猜中了 那我进去之后 我的长官就第一个 就问我这个问题 你年纪这么轻 接这个位置之后 你怎么去带下面的人 对 那些主管都那么资深了 那我很快的就回答 他的疑虑了 解决他的疑虑 就是说 在公司论识牌备 其实不是看年纪的 对 看的是工作表现 还有过去的资历 那我说那些资深的主管 其实都是我带出来的 那透过这样的过程 我就争取到我一个 精神的机会 让他觉得你很有信心 对 所以同理可证 那很多刚毕业的学生 那进到公司 应该去试想 站在面试官的角度 公司希望用到什么样的人才 对 对 你用这个角度 能不能跟公司的需求来说结合 这样你才有一个 找到一个新工作 一个机会 那有没有哪些的回答 是必杀题 除了刚刚的 对 可能会被必杀掉的 除了刚刚的 一开始的服装 还有穿着 你一定要自己的attitude 你自己的态度 一定要是非常的 非常的谨慎之外 有没有哪一些的回答 你觉得 年轻朋友不要犯这样的错 应该是这样讲 大部分国内的金融业 都是比较严谨的 在管理上 对 很多年轻人可能就会去争取一些体制外的一些要求 争取 OK 比如说他的午餐时间 比如说他的待遇条件 对 等等 对一个刚毕业年轻人来讲 这个绝对是犯了大忌 还可以去面试的时候争取要有午休时间 午餐时间 对 我是建议说 很多刚面试的时候 其实就依照公司的规定 对 包括续新条件 包括一些初学请的时间等等 都依照公司的规定 这样才对 很多年轻人都希望说 他可能自己有一些进修 或者其他的需求 对 来要求公司去做例外的一些配额 这个是对于一个刚毕业的年轻人来讲 在面试过程里面 比较不适合提的一个问题 等于他还没有展现一下自己的优点 你就先跟人家要求说我以后要一年保障加薪多少 主管一听就倒谈了 这个我倒觉得是比较不建议在第一次刚毕业的时候 去谈这些问题 好 那另外我们要再跟副总请教一下 最近这一两年来金融产业 我们刚刚都说非常非常的盛 新盛 你觉得主要的催化机有哪些 像金融市场的发展 对我们国家经济来说 其实非常非常重要 以前好像之前好像觉得还好 但是今年看起来好像这个有越来越旺 越来越兴盛的一个感觉 过去这几年 全球的地缘政治产生一个很大的变化 就是美中的贸易大战 美中美国跟中国的贸易大战 那这个会加速台商回流台湾 那我们先前台湾的政府也推行了一个 叫台商回流的专案 对没错 回来的资金大概 那时候政府推行这个专案 其实感觉起来还蛮成功的 真的有很多台商回来 对从19年推出来到现在 大概预估有1.5兆的钱回来 对 1.5兆的钱回来 那再加上台湾的金融代工的产业爆发 台湾金融代工的产业 大概占全世界 这晶片的一个供需 大概占了65% 那那个IMF组织也预测台湾在2025年 他的所得就会超越南韩了 到4万2千美金 那再来谢金河 谢社长 他预估台湾会有30年的大运 在这一波的整个低远政势的变化 跟这个资金的回流 所以说钱进来了 那对于台湾的产业 对于台湾的金融业 那都是一个大利多 对 所以说刚刚主持人提到的 可能催化剂 金融业产业的催化剂 我觉得台商的回流跟资金 外资的一个加码台湾 投资台湾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关键 不过短期的话 还是会有一些 像前一阵子可能就有一些风险 因为地缘政治的关系 可能外资就狂卖 我们的半导体的股票 所以其实短期之内 可能大家需要一些震荡跟波动 可能会有一些震痛 但是以副总的意思是长期 可能30年 这个是还不错的前景 是的 当然台积电在去年跟今年 外资当然是站在卖方 不过实质的投资 不管是半导体 还有其他产业 对台湾的实质投资 我说的不是股票 产业投资 事实上外资是一直在加码台湾的 所以你可以看到一个现象 全台湾的工业用地都大涨 包括你看台积电 现在在中部 在高雄都要扩厂 扩厂它带动了 可能很多国外的厂商 也跟着进入 对 这个长期的效应是非常大的 对对 这个对金融业来讲 也是非常大的一个利多 了解 所以副总是建议大家 可以看长远的 可以看整个的投资方向 是的 这个会比较保险一点点 短期的震痛 就让它稍微痛一下过去 是的 那如果说现在的听众 可能最近也想要加入金融产业 除了刚刚我们聊到的那些之外 你们觉得有一些欠缺的部分 需要再次提醒大家的 金融业的话 我想刚提到的几个要点以外 可能抗压性 抗压性跟学习的态度 可能是为了要成为金融人的 一个必备的一些特质 还有学习的态度 另外现在很多金融业都慢慢 尤其像一些银行分行 都有双语分行 所以外语能力 我个人觉得也非常重要 然后再加上现在国内的金融 大部分都在海外有设分公司 有投资 所以它也很需要台湾的一些 年轻的未来的储备干部 能外派到海外去 不管东南亚 还是中国等等 所以我觉得外语的人力 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关键 那再来就是数位力 可能数位的一个发展上面 可能我都希望年轻人 都有一些数位发展的一些概念 因为现在金融业 大概Fintech的议题一直在发酵 Fintech的议题一直在发酵 那如果你具备一些数位的一些专业 在结合金融的话 我觉得这个未来的发展空间会很宽广 数位的专业 对 这个部分他们也是可以自我提升的吗 是的 比如说现在很多 很多期货的优源 他们就会在社群网站 在FB去经营自己的自媒体 去从上面去做业务的招揽 那个合规的 那是可能看每个人 对于数位的一个开发能力 从上面可以开发到很多 意想不到的一个业绩进来 那今天非常谢谢副总 跟大家来聊聊说 你要前进金融产业的话 其实没有那么遥不可及 考证照 双语 多国语言很重要 自己的数位专业也要建立好 那针对一些金融知识的推广 如果你想更了解 这个怎么样前进金融产业呢 吉保街上所有举办一系列的 深入校园的讲座活动 提升很多朋友学生的知识素养 建立你正确的理财观念 那讲座内容当然非常多 有包括了金融 保险 证券期货跟理财等等的领域 如果年轻朋友们 您对这些讲座有兴趣的话 都欢迎跟你们学校的老师 还有教育单位来联络 那老师会再跟正机会来做 联络跟接洽 您不用担心 这些讲座都是不用钱 都是免费都增加您的金融知识 今天非常谢谢副总的参与 谢谢 好 谢谢 今天的podcast就到这边了 我们下次见了 拜拜 拜拜